像我们来看自由落体运动 那什么是自由落体运动呢 当然就是说你拿了一个东西呢 然后用初速度等于0 然后把它禁止释放 那然后呢它就会越跑越快 那在地球表面附近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做实验 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加速度是每秒钟向下 增加9.8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特别的9.8 这个加速度的数值称为 自由落体的加速度g 好那现在呢 t等于0的时候 我的初速度是0 那老师如果要问你 请问t等于2秒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末速度是多少呢 好那这个答案当然很简单 对不对 好我原来呢 我的初速度是0 那每经过一秒钟 我就向下加9.8 两秒钟之后 我应该加了19.6 所以我的末速度就变19.6向下 好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得到19.6公尺出一秒 好那那我也可以画出它的VT图 它的VT图呢 也很简单 t等于0的时候 我的速度是0 然后 每经过一秒钟 我的速度加9.8 所以过了2秒 所以过了2秒我的速度要加到了19.6 好那这中间来讲我的速度是均匀增加的 所以它是一个斜直线 那以此我们如果想要去计算说 在2秒内它下降了多少高度h怎么办呢 好很简单 那这个h就是位移 所以我们只要去算VT图的面积 这一块面积就是它下降的距离 对不对 所以h就等于底乘以高除以2 我就得以得到它下降距离是19.6公尺 那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把自由落体呢 的速度啊下降的高度 这些啊写成像等加速度直线运动的三个公式 那怎么办呢 好也很简单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 前面所讲过的等加速度直线运动三公式 好我们只要把这个三个式子呢 改一改就得到另外三个式子 好这三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把初速度V0通通改成0 对不对 然后加速度A通通改成G 也就是9.8这个值 那因此我们就得到V等于GT 然后S 这个S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讲成是H 好写S也没有关系 所以H等于2分之1GT平方 第三个式子 莫速度平方等于初速度平方加2AS 好这样我们就得到自由落体的等加速度三公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